非要生活非要民好,我是秦时月 今天呢,咱们来学习这款水杯套的勾法 大家准备两种颜色的线 然后先把杯底给它编织出来 杯底的话就是环形起针 这里呢,我起了14个长针 然后每一圈呢,有规律的加针 大家勾到最后一圈的加针 我们一定要保证是7的倍数 颜色的话,大家自由搭配 下面我们开始 这里的杯底呢,我已经编织好了 然后大家勾完杯底最后一圈加针之后呢 一定要是7的倍数 还有就是再勾上一圈不加不减的长针 不加针也不减的长针 然后这里呢,我已经编织好了 勾完最后一针呢,我们开始换线 开始勾织杯身花样的地方 花样里面呢,像一个小爱心一样 非常的漂亮 我们拿出配色的线 在最后一针引拔的时候 我们找到起立针第三个锁针 这里 把红色的线拉出来 这里收紧 这里呢,也收紧 就不用断线了 因为等会儿呢,我们还要用 拉紧之后,勾两个锁针 继续绕线 还是在引拔针的地方 顺便呢,把这两个线 这样压在底下 勾两个未完成的长针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我们先脱过前两个线圈 再继续勾出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脱过前两个线圈 然后勾针上呢,有三个线圈 一次性的过来 中间勾两个辫子 继续绕线 还是在同一个地方 再勾出三个未完成的长针 这样勾针上有四个线圈 我们一次性的脱过来 中间勾三个锁针 继续绕线 中间空六个短 六个长针 我们看一下 一二三 在第七针里 继续勾这个小花样 三个未完成的长针 并一针 中间两辫子 勾完之后三个锁针 空六针 在第七针里 大家继续完成这组花样 编织完最后一组 后面呢 是空了六针 直接三个锁针 找到第一组 我们把勾针呢 穿到中间两辫子这里 换白色的线 直接把线拉过来 然后呢 把刚才的红线收紧 先立一个锁针 继续再穿到这个两辫子里勾一个短针 两个辫子 下面呢要勾两个短针 它的入针 它的入针位置是在 上一圈长针这里中间 我们是空了六针 我们找中间 这两针 然后顺便把三辫子包裹在里面 两个辫子中间 两辫子上勾一个短针 中间长针上勾出两个短针 总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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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